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兩分鐘粵語小學堂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本書 我的故事叫做 剪頭髮 接下來我會用粵語來帶大家讀這本書 我希望你可以在我讀完之後 然後我再讀一次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開始吧 故事一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爸爸在洗手間幫keeper梳頭 爸爸說 keeper 你的頭髮太長了 把頭髮太長了 keeper說 哎呀 不要拔我的頭髮 爸爸 哎呀 不要拔我的頭髮 爸爸 接下來他們去了一間髮廊 爸爸 走進去吧 keep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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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 好啊 爸爸 好啊 爸爸 他們看起來洗頭洗得好像很舒服 keeper 我喜歡這種感覺啊 爸爸 他爸爸就說 洗頭水入了我的眼睛 洗頭水入了我的眼睛 開始剪頭髮了喔 他爸爸就說 我 想 剪 短 頭髮 我 想 剪 短 頭髮 我 想剪短 頭髮 想剪短 頭髮 我 想 剪短 頭髮 我 想剪短 頭髮 媽媽好像嚇到喔 媽媽說 不是吧 看看你們的頭髮 不是吧 看看你們的頭髮 好了 故事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你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